奋斗新时代 追梦新征程 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中国新闻栏目 两会特别报道 奋斗新时代 今年两会创新成为一大热门话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伟大事业都始于梦想 基于创新 成于实干 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当中 唯创新者进 唯创新者强 唯创新者胜 那么相关话题 今天做过我们演播室的嘉宾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是中国人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的 执行院长王文先生 王院长好 还有我们的荣媒体播报员张好 小好 哈喽 大家好 那么这几年的两会 很多代表和委员都非常关心科技话题 包括制造业的智能化 智能经济 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 目前正在前方采访的记者胡靖 胡靖 你好 英峰 你好 接下来时间交给你 给我们带来今天你在两会的观察 好的 英峰 那么其实就像你所说的 其实这两年包括像智能家 还有数字经济这样的一些话题 是越来越多的成为了两会的热词 不光它是出现在我们的政府工作报告里 很多代表委员的议案跟提案当中 其实就我们记者工作而言 在现场的采访报道当中 也可以感受到这样的一个变化 比如说在今年的报道当中 我就看到现场越来越多的记者 手中多了一个新的工具 它就是智能的语音识别系统 还有智能的语音笔 那么这样的一些工具 其实很多都是由中国的一些 智能的企业来生产的 这些工具呢 其实在现场的采访当中 已经可以把一些现场的语音 转实时地转化为文字 而且它不仅针对了不同的语种 甚至还有地方的方言 而且我看了一下 其实这个识别的这个准确度 还是非常高的 那么另一方面 今年我们也看到 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已经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 用5G的技术 来实时地转播4K的超高清信号 大家今年所看到的很多 有关于全国两会的 记者会直播当中 已经可以看到 我们用4K的超高清信号 来转播的实时的画面 那么另一方面 其实我们也看到 在今年全国两会的新闻中心 在媒地亚中心里 5G的信号已经全面地覆盖 很多记者在工作当中 其实已经可以感受到 5G技术给我们工作 所带来的便捷的高效 比如说过去可能下载 一个超高清的视频 需要十几分钟到 二十分钟的时间 但是现在通过5G 这个时间已经被极大的压缩 可能需要一两分钟就可以完成 所以也是非常方便的 但是方便的同时呢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问题也来了 虽然一些新的技术 已经在中国开始了推广 但是相应的 在一些产品 中端产品的研发 跟使用过程当中 还是比较少 或者说价格是比较高的 所以说在今年 我的采访过程当中 我就注意到很多代表委员 他们也都关注了 这样的一个话题 比如说前两天 我在采访全国人大代表 杨元庆的时候 他就提到 5G的技术 其实是为这个万物互联 提供了一种可能 那么包括 他认为在后续的工作当中 要更好地把5G技术 跟互联网 这样的一个抓手 结合起来 去开发更多 适用于5G技术的 一些终端产品 尤其是物联网的终端设备 因为这个5G技术 其实在个人移端 在我们的 个人移动端 在我们的手机端 它所能消耗的这个带宽 其实是有限的 但是呢 它其实为我们 后续的工业生产发展 是提供了无限的可能 那苗元庆也打了一个 很形象的比喻 他认为这个 我们现在做的 这个5G技术的基础设施 其实就好比是 在建高速公路 而后续我们一系列 终端产品的运用 让它可以实际运用到 我们的生活跟工作场景 则是让这些高速公路上 可以真正跑起来车 所以说这个前景 也是非常的广阔 那么除了杨元庆之外 我也看到 今年很多科创企业的 代表跟委员 他们也都非常关心的是 未来像一些智能家 还有互联网技术 它是 它如何更好地 同我们的实体经济结合起来 来服务制造业的 高质量发展 比如说今年 全国人大代表马化腾 他的一份议案 就是关注 如何运用工业互联网技术 让这个实现 我们实体经济的 高质量发展 那么其中他也提到了 过去我们看到 互联网可能更多的是 在个人移动端 在消费端发力 它也成为了 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 但是他认为 下半场 这个经济的发展 一定是集中在 工业互联网领域 也就是通过工业互联网 将5G的技术 互联网 以及包括人工智能 大数据等 一系列的技术 都集中在一个平台上 服务于工业生产 在今年的采访当中 其实我也了解到 包括像在湖南 以及江苏等一些地方 其实已经在开始 这样的一些尝试 在这些地方 都出现了很多的智能工厂 它是怎么智能的呢 过去我们知道 可能一条工厂的流水线上 它生产出的是单一的产品 但是现在通过工业互联网 这样的流水线上 已经可以产生出的是 不同的产品 完全实现 这个定制化需求的产品 而且另一些方面 这些产品可能还没有离开工厂 就已经找到了各个自己的买家 通过这个大数据 还有一系列的技术 已经让我们这个生产的 高效跟便捷成为了可能 那么相信呢 在今年两会之后 相关的一些产品的运用跟研发 也将会投入 实际的投入更多 那么对中国整个经济的发展 带动后续也是非常大的 那么今年呢 今天呢 也是因为时间有限 我们在这里也是给大家 做一个简短的介绍 那么相信 有关于智能家 还有数字经济 这样的一些话题 我们眼目使的嘉宾 并有很多的观点想要跟大家分享 所以时间交参给你 樱峰 好的 非常感谢胡静 今天在前方的观察报道 谢谢 那么王老师 刚才我们的记者 胡静在连线的时候 提到了今年代表委员们 都非常关注科技创新这个话题 其实不仅仅是代表委员 科技创新 今年已经成为 全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 比如说今年的 政府工作报告当中 就有43处提到创新 那么在过去的一年当中 我们也看到 一大批重大的科技成果相继问世 可以说创新驱动 已经成为今天 中国经济发展的 一个重要的引擎 所以要请教您的是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未来对我们 中国经济的转型 对于高质量发展 拥有一些重要的意义 的确 这个问题非常非常重要 代表委员们那么关注 我们政府工作报告 引了那么多次 实际上是感受到 创新驱动 给我们带来这种紧迫感 因为创新驱动 对于21世纪的国力竞争来讲 这是根本 换句话说 21世纪我们的国力 是否能够可实行发展 是否能够屹立在 我们这个世界民族之灵 我觉得关键就是在于 创新驱动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这个过去的400年左右 这个大概17世纪左右 英国人抓住了 这个机械革命的 这样一个创新驱动的 这个滥潮 英国成为全球大国 那么在20世纪初的时候 19世纪末的时候 这个美国人抓住了 电力化革命的 创新驱动的乱潮 美国一跃成为全球强国 所以现在我们在一个 新的技术革命的 这个前端的 这样的一个时代 节点上 中国人已经意识到了 像过去那种 初范型的发展 已经过去了 所以未来进一步发展 我们一定要走 这种创新驱动的道路 所以我们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 能否能成功 就关键靠创新驱动 我们的国家崛起 能否继续持续下去 关键也在于看 创新驱动 是否能够发现 这种强大的动力 所以说创新 是发展的第一动力 未来如果我们不走 创新驱动发展 这条道路 如果新旧动能 不能实现顺利的转换 可能我们无法 真正强大起来 所以说抓创新 就是抓发展 谋创新就是谋未来 那么作为 未来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采用高质量的 发展模式 取代了过去的发展模式 中国在创新当中 前行对创新 也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好 相关话题 在我们的荣媒体上 也有很多的讨论 接下来就进入到 我们今天的荣媒体环节 把时间交给小浩 好的 谢谢英峰 也就是这样 我也注意到在网上 不少的网友都在畅想 未来科技的进步 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 其实在国家层面 科技创新也将推动 国家向高质量发展 马上我们先通过一组数据 来看一看 首先来看 其实在创新驱动发展方面 中国有很好的顶层设计 包括16年的时候 中国的国家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纲要就发布实施了 而近日 中国科技部的部长 王志刚也表示 2018年的时候 中国科技创新能力 它有大幅的增强 可以看到 主要科技创新的指标 也稳步提升 中国的国家综合创新能力 位届世界的第17位 再来看 中国国家统计局 也在2018年12月的时候 发布了一组测算的数据 而这个数据显示 2017年的时候 中国的创新指数为196.3 以上年增长了6.8% 创新能力不断提升 也为推动高质量发展 提供了强大动力 再来看 此外 2018年10月29号的时候 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 2018年版也是发布了 我们可以看到 其中上海北京的科技创新能力 水平是最高的 引领发展的地位 也愈加凸显 而可以看到 天津排在第三 广东 江苏和浙江 也紧随其后 展现了东部地区 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强大优势 同时 2018年 我们可以看到 有不少的重大科技创新的项目 可以说是CV出道 这里面就包括 张衡一号的发射 田坤的试航 嫦娥奔月 北斗旗步 松科钻地 还有港珠澳大桥的通车 中国南极站 第五站的选址电机 包括世界首个体细胞 克隆红也在中国诞生了 可以说是非常的厉害 那看完了这组数据呢 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 两会走起来的环节 那么我们在两会期间 推出的这个互动小游戏 您下载了吗 如果还没有下载 千万不要忘了 马上扫描屏幕下方 现在正在出现的这个二维码 来跟我们一起积累部署 闯关答题 还可以参与最后的这个抽奖 而我们每天也会公布一个 全国的排行榜 马上来揭晓 截至昨天的全国总报 先来看从第一名到第五名的朋友 我发现周末这两天 其实大家的排名变化不是太大 周末也不能偷懒 要赶紧来打榜 再来看第六名到第十名 出现了几个新朋友的名字 加油 不要犹豫 马上来让大家一起认识你吧 那么看完了这个两会走起来 我们就进入到今天 两会微论坛的环节 我们是联合了各大新媒体平台 和机构账号 是推出了这个板块 汇聚了代表委员 中外媒体 还有广大网友的意见 马上来听一听他们怎么说 首先来看到 这是国际在线发给我们的评论 他是说改革开放四十年 特别是最近几年来 在创新驱动发展 和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引领下 中国人的创新活力进一步迸发 而世界经济论坛执行人兼主席 克劳斯施瓦布最近也公开表示 中国已经走在了 打造创新型社会的良好发展轨道上 再来看新华网发给我们的留言 新华网是说 科技竞争如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中国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 只有横下一条心 啃下硬骨头 奋力在基础科技领域 做出重大的创新 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 取得重大的突破 才能占据世界科技和产业发展的制高点 为深化供给色结构性改革 提供强劲动力 另外可以看到 这个是微信网友润三 发给我们的一条简短的留言 它是说 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当中 为创新者进 为创新者强 为创新者胜 虽然短 但是真的把创新的重点 给我们点出来了 那么网友的留言就先说到这 马上进入到两会Vlog 这两天 我们的记者也一直奔走在 两会会场的内外 为我们带来第一手的消息 来看看今天他们有什么新发现 大家好 我是来自云南紫雄的代表 罗金 这个箱子好漂亮 这也是我们的仪秀产品 它上面的图案还有色彩也是很浓的仪秀特点 这个是什么花呢 是太阳花 它的色彩是我们仪秀特有的色彩 黑色 红色 黄色 我是一个飞机传承人 也是一个产业领头人 我在长城保护好仪秀轮化的重要自尊部分 私秀的同时 也是要把这个产业造大 就是说不断地从我们的 移植服饰里面去挖进更多的因素 去创新出更多的移秀产品 只有这样才能带动更多的移植服务 加入进来 让更多的移植服务 通过这个产业去脱贫 去改变他们的生活 其实说到扶贫这件事情 科技创新也从来都不会缺席 我就想问一问王老师 您觉得科技在扶贫当中 会发生什么样的作用 的确 这些年来 科技大大助力了精准扶贫 我去了我们国内的很多偏远山村 会发现很惊讶地发现 不只是四季全覆盖 有些山村里面竟然还有很好的WiFi系统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会发现知识服务 甚至物流服务 都非常快捷地进入到 这些偏远的山村里面 这本身就是美丽乡村县市的巨大动力 同样也是精准扶贫的巨大动力 其实科技创新 就是为了不断满足人们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让我们大家的生活都越过越好 那么在今年两会当中 政府工作报告当中 有三次提及人工智能 智能家也是首次亮相 其实从互联网家到智能家 这个变化本身就是对创新 让生活更加美好的理念的 最好的诠释 所以未来智能家 如何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呢 的确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中 非常亮眼的一个词 很多外国朋友也注意到了 第一次提到的智能家这个词 这恰恰证明咱们的决策层 已经非常非常敏锐地 捕捉到了人类发展的趋势 我们经常讲的这个工业4.0 什么叫工业4.0呢 就是人类过去技术革命里面 从机械化到电力化到信息化 现在人类社会已经到了智能化的时代 所谓进入智能化时代 我们提出智能家的概念 就是实现了物物互联 到了未来十年 2030年之前 全世界两个百分之七十五 一个百分之七十五就是 百分之七十五的人口 将会全部居住在城市里面 另外一个百分之七十五 就是百分之七十五的 所有的我们生活中的物件 都会用互联网 用智能化的技术把它相连起来 所以智能家是标志着未来 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衣食住行 甚至喜怒哀乐 生老病死 都会受到我们智能家的这样的影响 所以可能互联网加满足的是 人们对社交娱乐 包括消费方面的需求 那么未来智能家 可能是关注的人们 在出行 教育 医疗 包括媒体 资讯方面的 一种升级的体验 可能是一种革命性的变化 而且智能家也能够 给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比如说可以把人 从繁重的体力劳动当中 解脱出来 让机器人代替 这样就可以降低成本 提高劳动生产率 那么再说到 今年的两会热词 可能我们就不能不提5G 习近平主席也提到 未来我们要加大5G的商业化运用 现在5G的时间表也已经来了 说2020年就会与广大的用户见面 所以您未来对5G有哪些期待呢 的确到明年再过一年 我们基本上可以实现 整个5G的大范围的 甚至全民化的 商用化的运用 那么这个过程中会忽然发现 我们所有的日常生活 都会出现一个非常大的升级 你比如说我自己个人为例 我今天手头又戴了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手表 这个手表呢 其实是这一两年来非常流行的 很多年轻人特别爱用 这个手表每天早上呢 它就会也不贵 它就会提醒我心力如何 会关注我的健康状况 那么未来呢 我把这个手表的 这个相关的通讯设施 跟家里面所有的物件相连 有可能跟我的豆浆机 我的每天吃饭 自己可以做饭 还有冰箱 电视 都会按照我个人的个性进行设计 那么生活就会更加的方便 那么更重要的呢 也会进入到了我们 所谓日常生活中的 一时住行中 比如说汽车 办公室的物件等等 所有的这个信息啊 都会进入到 我们整个生活的始终 那么我们的公共服务 将会普及到每一个个人 过去每一个个人 社会在社会里面 受到公共服务的好和坏 是跟我们的金钱相关 你的财富相关 现在在智能家时代 在5G时代 我们的公共服务 将会变得更加的均等化 一些中低收入者 他们仍然能够享受到 非常高质量的公共服务 这个时候也满足了 我们的美好生活 所以某种程度上 我认为啊 5G时代的美好生活 是低成本的美好生活 是人人都具有的 普惠性的美好生活 这个时候 我们的这个国家国力 当然也会往前再进一步 也是一种更加便捷的美好生活 刚才您说这些的时候 我突然想起之前 工信部部长苗维 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 就给我们描绘了一幅 5G到来之后 人们的生活的话卷 他说每天早上 我们是乘着这个 无人驾驶汽车去上班 在上班的路上 得益于这个车联网的蓬勃发展 我们可以在车上浏览 全球最新发生的 第一手的资讯 可以与我们的医生 进行这种面对面的诊疗 如果您有兴趣 还可以拿出这个VR眼镜 去到各种各样的场景 比如说音乐会 或者是体育比赛的现场 所以科技 真的是让我们的生活 越来越美好 就是一句话 未来以来 未来以来 一起来期待 中国近年来 在科技发展上 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绩 人工智能技术 等高科技的开发与应用 走在世界的前列 那这一点 也让很多的外国朋友 感同身受 我们一起来看 今天的世界说 我认为 中国的技术 是在中国的技术 每次都在中国 在中国的技术 而在中国的亚洲 而我认为 中国的技术 是在中国的技术 是在中国的技术 我们有了 有猪猪 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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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个真正的 是 手术 是 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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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时成为 学生 我认为我的词和我的词会会是驚喜的 地去哪有一个的电池 比较 lower 最起研 keen Bal eleven 最赔的 也是要用基础的幹嘛 尽量工序的補充 令你可控制紡量的吸收 來保持 ventil感的 甚至最确的一切 所以它将更清晰的 更清晰的入国 更清晰的更清晰的 以美国的美国 我的工作是 是用智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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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做的是 我们将设计的飾处 其他人是很严重的 者在这些国家的 在这个地区域 都知道 中国人和美国人 在其他世界上 其他年纪 中国人和美国人 也有一个 其他コンペ 细细 是非常成熟 的 细细 在中国人 在这个地方 中国人 我会设计在各种医院的医院 在英国主义、西方、西方、西方 但也在其他国家 我希望中国有幸福 王老师您看 刚才这个短片当中 外国有人在谈到中国高科技发展的时候 用到了令人震惊四个字 当然在这个高科技发展过程当中 我们在人工智能的实际利用方面 的确是走在世界前列的 但是在理论研究 包括基础研究方面 要想实现弯道超车 尤其是领跑世界 可能还有一段路要走 所以未来中国在科技发展的过程当中 还有哪些关键问题需要解决 但是我一直保持的比较大的信心 中国是全世界科技创新最大的潜力国 我们每年十五百万的理科生 都是未来科技创新的巨大的动力 那么我们的政府 地方政府到每一处去 地方政府都在讲创新驱动 都在讲科技创新 那么我们现在科技创新的投入 远远领先于世界 去年我们科技创新的增长率 是35%左右 是美国的五倍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关键关键 我们的这个中央政策 这种号召已经起来了 那么关键就在于未来 我们科技创新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让我们的政策层面上要更多的协同 比如说我们的科技政策 要跟我们的财税 金融 贸易 投资 产业 等等各方面政策进行协同 我们的创新平台也要更加的开放 我们还要打造更多的 这种科技创新的英雄般的人物 我们经常讲科技创新人物 其实是一些白发长长的老科学家 非常需要 但是我们的年纪 80后 90后甚至是00后 可能都会出现很多科技创新的英雄般的人物 这就涉及到一个人才培养 对 的确 所以未来我认为 我们对中国的科技创新 一定能实现真正的 不仅在理论上 而且在应用上 出现巨大的喷发式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那么未来我认为 我们中国一定能够借科技创新 实现我们的伟大民主复兴 创新驱动发展 未来任重而道远 可能还需要我们继续奔跑 久久围攻 今天非常感谢王文老师 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同时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 我们今天的两会特别报道 奋斗新时代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资讯部分的内容 感谢观众朋友 感谢观众朋友 感谢观众朋友